屏東Delta病毒群聚 现在外界都担心 它会成为台湾的主流病毒株 因为研究显示 Delta病毒传播力特别强 可能达到1传6 甚至还有免疫逃脱状况 也能够有保护 能够把它限制的作用 这个疫情其实来得比较快 各位应该也要记得 这个病毒其实才是 去年年初才出现的 疫苗的设计呢 其实都是借由去年所公布的 最原始患株去公布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去思考设计 换句话说 以台湾现在手中拥有的 AZ和莫德纳来说 面对变种病毒的威胁效力 恐怕都会大打折扣 像是用线病毒制成的AZ 以及MRNA莫德纳 面对Delta病毒 保护率都降到只剩6成 所有的新型传染病的防疫上 我们大概就只有两个 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阻断病毒的传染 那就是透过我们边境管控 当然这样的工作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在2020年 就展开了这个疫苗的研发跟自制 医界普遍认为 打疫苗减少重症和死亡率 才是关键 偏偏这个时候 台湾的疫苗就是不够 高端联雅国产疫苗 虽然都二期解盲 但还没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对印度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仍是未知数 当然在审查的过程当中都会需要 补充很多的资料 特别是科学性技术性的资料 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 那当然我们更期望 这个EUA的授权能够尽早的来加以审查 我相信可能7月份审查 是可以顺利进行 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国产疫苗的综合抗体的效价 并不是那么高 那不是那么高的话 我们在免疫桥界的时候 是不是要更小心说 我们怎么看 不要一小心比不好了 然后就废了 就不能打 最终疫苗有没有保护力 才是主要关键 国产疫苗有效力不足的隐忧 再加上疫苗短缺难以解决 面对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台湾的防线只怕不堪一击 欢迎新闻宋据 另外于台北屏东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环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环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